但是在整個追夢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也曾經有一點氣餒的時間 追夢的 其實我也想這件事可以盡早 但又發覺 有很多的高山低歌 有很多計劃 講一句 當自己最挫敗的時候 不要說去紅館 甚至可以留在香港 可以繼續唱歌 唱片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幅分 所以反而沒有想到那麼大 可以把自己的期望減低 我這幾年來有一句說話 經常提醒自己 就是Aim High但 Expect Low 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失望 沒有失望 只有驚喜 因為已經把他放到最低 任何收穫都是一個驚喜 那就好